平宁是新北市茶叶最大产区 在平面积达到487公顷 年产量310公顿 是包种茶的主要产地 侯尔宇表示 平宁是百万冠军茶的故乡 在春季的时候透过各茶师精湛的制茶技术 生产优质茶品 选出最优质的平宁包种茶 在国内外屡获家机 而新北市有责任和茶农站在一起好好推销 尤其吸引青农回流 让产业能够延续下去 欢迎民众一起来品茶 而平宁区农会理事长陈文庆 也感谢农业局和市长的支持 让平宁茶能够走出去 我主要来这边就是行销我们的平宁包种茶 那么这边还是要感谢我们理文局长 我们农业局在市长的带领之下 对我们茶产业真的帮忙很多 尤其是在我们平宁 一年两大盛事我们的包种茶 在整个经费上的补助也好 行销上的补助也好 都帮忙很多 那其实政策的人很辛苦 尤其气候极端变化底下 常常太阳 阳光那么热 大家都在那里躺一头 采采的技术 越做越劳 年轻要回来不容易 不过我也谢谢我们的青龙 在我们的会中 因为这段时间我看到平宁很多的青龙回家 回家去延续事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 那新北市就在行销上 在设计的方式上 跟时代来做接轨 农业局表示 新北好茶展售会在6月3号及4号 与板桥市民广场打造茶席野餐造景 推出手作茶召 茶柜 杯垫编织DIY体验 以及满额正豪里等活动 6月10号 11号 17号 18号 在平陵茶叶博物馆旁广场除了举办水岸野餐 茶体验闯关 茶堂赛 SUP立奖体验活动等等 平陵区公所也推出了免费平陵为旅行 及时起开放报名 相关资讯可以到2023新北好茶官网查询 记者赵世渊 新北采访报道 新北好茶 赞